公商协进会理事长林伯峰 9日与台北美国商会会长金齐伟 在经济部长王美花的见证下 签署共同声明 要来共同敦促台美两国政府 加速洽签双边贸易协定的相关工作 林伯峰表示 台湾和美国谈判应该以台湾利益为优先 现在看起来是我们先承诺了美族进口 接下来就要跟美国谈对等开放 为台湾争取有利的实质经贸关税优惠 双方平等互惠 与美国商会签署声明是希望有个交流的开始 接下来会跟他们再谈细则 贸易就是大家来谈两边有互惠互利的 那谈判大家都会用国家的最大利益来争取 那谈判既然叫谈判就会有give and take 那就是互相来谈 王美花表示 因为台湾的政治处境不容易 不管要跟哪个国家洽签FTA或BTA 都是相对困难的事情 但台湾非常依赖国际贸易 从战略以及产业来讲都必须走出去 而帮台湾跨出去需要大家的团结支持 新唐宁爱电视连家舞黄立峰 台湾台湾报道